动物宝宝们为了能够自保拥有这些超能力 随着长大后这些能力就会消失 所以本期大课看齐文化题 动物幼崽的超能力 这种奇怪的鸟类在小时候能够吐出胃里的食物 凭借此攻击敌人 而长大后就会失去这种技能 鸭子宝宝则拥有一种最疯狂的能力 它们懂得爬墙 就像蜘蛛侠一般攀爬在垂直的墙面上 并且一步一步往上挪 宛如挂在墙上的蜘蛛一般 这些鸭子宝宝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小鸭子的体重在28克到45克之间 体型非常轻盈 但是小鸭子的爪子却异常锋利 这些爪子可以像特殊设备一样 帮助小鸭子攀爬在垂直的墙上 除非墙壁是完全光滑的 小鸭子就可能会跌落下来 而且它们也没法攀爬上柱子 不过一般的墙对于它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听起来非常酷 看来小鸭子都能加入复仇者联盟了 那么它们为什么要爬墙呢 这一切都得从鸭妈妈说起 鸭子宝宝可以说是最年人的宝宝 它们会一直跟着鸭妈妈 鸭妈妈去哪儿它们就去哪儿 无论要经过多崎岖的地形 它们始终跟在鸭妈妈身边 不仅可以跳跃还能飞翔 长久的进化后 鸭子宝宝也能攀爬墙壁了 但是我们从未看到成年的鸭子爬墙 难道随着年龄增长 它们忘记了怎么攀爬吗 其实成年的鸭子甚至没有爪子 不过它们可以攀爬树木 并且可以扑腾着翅膀 帮助自己保持平衡 使整个过程不会跌倒 而鸭子宝宝没有翅膀 要是跌倒会怎么样呢 要知道人类宝宝跌倒可是会受伤的 但是鸭子宝宝不大一样 这得益于它们很轻的重量 柔软的羽毛和分开的爪子 加上地面蓬松的落叶 让它们即便从高处往下掉 也可能不会受伤 这就好比蚂蚁从高楼跌落 都能够幸存下来 另外鸭子宝宝还有一项特殊本领 当受到威胁的时候 能够快速往前奔跑 就像打开了加速模式 因为鸭子宝宝还不会飞 所以只能努力奔跑 这个速度比游泳的时候还要快好几倍 为什么鸭子宝宝拥有这么多超能力呢 因为动物宝宝在童年时期 都会面临着更高的死亡率 不像人类那般备受呵护 以至于它们进化出超能力 在自然界中 同样有很多动物宝宝也进化出超能力 比如企鹅宝宝的毛发异常蓬松 就像穿着皮草大衣 实际上蓬松的羽毛非常厚实 有助于保暖 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